今天来录一期视频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DECA 就是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DECA 因为福报来了 福报总算来了 应该理论上 如果你有跟着我这个作业 从一开始 其实DECA我从头到尾肯定提过 四到五次在我这个链接里面 你如果多做三四个号 这个福报其实还挺可观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 而且以现在它的DECA 上100亿的交易量来说 应该还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福报 能持续一段时间的福报 我简单说一下 我带大家回顾一下 DECA 现在其实很多小伙伴没搞明白 它是个什么情况 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本身是一个类似于画廊 包括一个你的这种NFT展示的 这种应该怎么说 这种一个平台 它能读你的NFT 然后在我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 大概都一个多月前了 其实当时是可以 FreeMint一个DECA 叫做Octagon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的 你看我的这个号也只升到四级 但是哪怕到四级 这次的福报也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能升到Founder 就是这个Founder 对吧 你能升到这个Founder 那肯定香的 香的多 因为第一天 你如果造出这个DECA 的话 应该都是卖到0.11以上的 卖到0.11以上的 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DECA 就这个十边形 为什么它能 卖出这个价格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它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第一个可交易的 一个 怎么说 就是第一个可交易的NFT 就是之前的Octagon 就是八边形 之前的八边形 它虽然是Mint出来 你要花点Gas去Mint 但是这个是不能交易的 所以可能很多 你看到这个价格 如果能交易 如果是我 我看到这个价格能交易 我肯定全扫了 对吧 这些全扫了 但因为它早就已经限量 不能再做了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不能交易的 所以很多人当时 可能知道 它这个SoulBound的 灵魂绑定之后 就不来做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惜的 因为其实之前 我有分享一个P12的 一个东西 我当时在借Steam账号 然后有圈内的朋友 问我 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问我 他说他有Steam账号 可以借我 人员还可以 然后说要借我 然后我知道他是圈内的朋友 我直接发电机的说 你不要借我 你自己去耗P12的 你就你自己去耗 代币通通 然后有一个玩BigTime的朋友 一上来就问我 这个值钱吗 那我能说什么 对吧 就是本身做交互 做空投 它的福报就是在后面 对不对 你去做的所有动作 都是在后面给你回报的 那我能说什么 你如果能每天 都有很稳定的收益 对吧 不管是开合约 打土狗打金狗 对吧 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有很稳定的 收益的话 你就不要来看 这个交互 对吧 你就不要来做 我们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我跟你们说白了 对吧 这么一天这么多条 你能有福报的 你有一条钟 有给你福报的 你都已经大概率不错了 一天这么多任务 你一天能有一个有福报 其实就不错了 但是本身 我们在这圈子里面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真的能有 这里面有一个 你近乎于零成本的 能拿到一个福报 其实是很爽的 对不对 那我接着说这个 DECAGO 对吧 你有了这个之后 就可以在DECA的官网里面 Mint 那当然我已经Mint出来了 我已经Mint 并且我已经卖掉了 因为我要测它流动性 因为对 因为我们群里面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少少几个号 然后跟着我一起做的群里 其实有很多个号 所以我们再看后面的 我们再往后面看 对吧 就是之后 其实DECAGO 是还可以开放Mint的 然后按照官推 如果按照它的官推来说的话 它是说 如果你到Founder Plus 每天可以 有三个邀请 然后好像 像我这个是两个邀请 四级五级 两个邀请 然后你如果是最基础的 就是一天一个邀请 所以说白了 它的之后的膨胀率 是比较高的 它的之后的膨胀率 是比较高的 但是为什么 就是我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膨胀率高 但是为什么 它其实每天交易量还不错 包括其实我自己测试 挂了几个单 都在不同的价位 被扫掉了 就是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但是整体上流动性还是有的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OpenSea 然后持续好几天 每天都有交易量的 这个NFT 其实并不多 其实并不多 然后整体上 就是地板上 地板上基本都是零级的DECA 就是没有升级的 你可以看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还有两万个 那我还够升级三个 升三个到顶级 现在顶级是十级 然后我继续说 他呢 我觉得DECA特别会玩 因为他联系了 这个艺术家 其实非常牛逼 其实非常牛逼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之前的这个NFT 你可以看他之前的 这一个系列的NFT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整个这种方式 是一样的 总共有600个item floor已经到了27 而且你注意 而且你注意 这是真的有交易量 有11K的交易量 就这个艺术家 已经有11K的交易量了 你可以看一下有多夸张 并且在这个交易量下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有成交的 基本上是每天都有成交的 非常浮夸 我们随便开一个图 我们随便开一个图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 对吧 它是这种立体 线条彩色 然后加上这种立体的 浮出来的 这个应该叫什么 几何图形对吧 方块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Dekagon对吧 我们回到Dekagon去 后退后退 好我们回到Dekagon去 像这个 它其实就像 在建一个小城市一样 我感觉很多地方 像是小码头 像是一个集装箱一样 你看像这种 就是直接在地板上的 对吧 这种就零级的 这个就零级 命可出来 它可能没有经验值 它没刷经验 它命可出来 它就把它扔在那 这是零级的 就是一个平面对吧 然后生着生着 你可能就生到这样子的 对吧 你消耗你的经验值 你就生成 就开始慢慢浮起来了 你就开始慢慢浮起来 这个才一级 对吧 你看它就开立体了 这像是碟纸张一样 对吧 立体了 然后每个颜色 应该是它有个算法 或者是用一个随机值 对吧 来把整个画面做出来 然后你看到了10级之后 你的立体感就起来了 然后元素就开始丰富了 你看 从一开始就这样子 到最后的这样子 然后其实 哪怕是它的10级 我感觉也是有一些 运气成分在里面的 比如说像这个10级 这个10级卖出的价格 大概率会比这个高一点 应该如果能卖的话 会比这个高一点 你可以看 这个应该就更高一点 然后有一些 好看的颜色搭配 或者说有一些形状 比较特色一点 我看到有一个DECA 是像是直接 就是一栋大楼 起来的那个DECA 那个就卖的很贵 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下 成交金额比较高的 因为你要想 其实有那么多挂在地板上 有人愿意高价买 它也不是活扑上 对吧 它肯定也是有看中的 我们可以看 这个卖0.1 0.99 就在这个半夜 还有0.18的 因为现在最高就10级 对吧 所以这里面 还是有点运气成分 你如果运气 你看它是浮起来之后 又在上面 有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什么建筑 这种感觉 这个卖0.1 对吧 你看看这个 它这个是不是特定的一个玩家 就要收集这个颜色的 我不太懂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已经有一个 城市的感觉了 对吧 所以整个DECA而言 还是不错的 而且你可以看底下是有 offer的 对吧 就是这个哪怕降到只有0.1 对吧 哪怕降到只有0.1 就是 the collection offer的时候 你按照现在这个 这个价格 你能命的一个DECA 还是 就直接套利的 说白了就直接套利 对吧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 稍微上点心 稍微上点心 就是把这个DECA 就是DECA已经错过了 那我们后面的 对吧 来能做的做一下 然后我这里面单独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了DECA 但你没有时间刷经验的话 我们自己再刷经验 那群内的小伙伴 就是你如果要被刷的话 像大概可以刷个 我很保守的估计 给你刷个2万的经验值 大概是群内的小伙伴 我们是给3U 就收回一点我们的成本 然后如果你是财新看到的朋友 还没加过我的朋友 那收大概收5U左右的 这样的价格 如果你需要的话 大概我非常保守的估计 大概可以给你上2万的经验值 这样子 但是你要有这个Founder Pass 我发现了 现在其实最值钱的是 Founder Pass 因为你如果有这个 你如果有这个十边形 你如果有这个Octagon 你有十边形 你上经验是比别人快的 上经验是比别人快的 好 那本期我们就讲到这儿 就整个DECA 后续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还会准备一些号 是刷经验值的 然后我们的 就相当于我们的邀请 第一时间到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Mint出 10级就顶级的DECA出来 然后我们会挂到 OpenSea来做一个套利 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如果就你想加入 或者对这中间你感兴趣 或者说这整个过程 我有哪里讲的不清楚 那你可以再试问我 或者加我 好吧 那本期就到这里